看今天的天气 平安大厦 这里能展示到多少层楼呢 大概40层楼左右吧 都是雾 然后夕阳 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莉莉 今天我出来了 然后来到了会展中心这边 准备要去逛一逛 我闺蜜今天下班了 可能要去找她出去逛个街什么的吧 来 这边才是顺光 今天心情还行 没有说特别好 但也没有说特别坏 所以出来逛一逛 总是好 看到了太阳 昨天一整天没探太阳 所以 心情跟这个下雨的天气有所相关 对吧 好了我现在来直接走了 戴个口罩先 看到这四个字了没有 财富大厦 这一栋 这是我之前上班的楼 然后在上面的四三楼 后来 出了一些事情 然后就换了份工作 往前走啊 刚刚跟大家说呀 我就在旁边的财富大厦上班之前 每天从顾树那边往会展中心这边跑 大概来回的通勤时间大概达到了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左右 就相对来说 就相对来说 久一点 这个地铁口出来的早餐 特别好吃 特别是那个汤粉 哇 又便宜又好吃 五块钱 天哪 你看我现在 现在在南山那边 科技园那边出来 那早餐又贵又难吃 七块钱 六到七块钱 不同的那个早餐点 有的六块 有的七块 然后那个汤粉特别咸 然后其他味道又没什么了 所以不好吃 所以呢 我就不喜欢 哇 这里有很多模型 这个是摩托车 哇 有点精致啊 男生会不会比较喜欢呀 啊 这里有一个 这一位是谁呀 Michael Jackson吗 现在呢 我已经来到了连城新天地这边 然后我闺蜜正在店里面试衣服 所以呢 我就走出来逛一逛 看一下其他的店 哇 吃的 这里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啊 这里有一个 东宫汤 这个是什么 河粉 啊 肚子有点小 可以 这边还有衣服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已经回来了 买了三个苹果 啊 对了 跟我的苹果一样红的 是我现在的 那个 哦 叫啥 嘴唇 刚刚去了一趟 那个屈臣市 然后买了个润唇膏 然后顺便让那个店员帮我试了一下口红 很久没有化妆了 我脸上没有涂任何东西 但是让他给我画了一些口红 哎呀 好红啊 真的好红 显得我 气质都很精神 那个叫精气神 对吧 哈哈 照一下 哇 真的好红啊 那个 有一句话 叫什么来着 女为月己者容 呃 这一个嘛 让自己开心 就好 对 无论说是 呃 为了喜欢的人 化妆 而是为了自己化妆 都很不错 对吧 所以 哎呀 那个时不时 女生也要爱美一下 臭美一下 开心一点 然后 开心了 你心情好了 慢慢的就吸引了 比较正能量的东西 慢慢的 你的运气就会变好 对吧 就跟大家所说的 爱笑的女生 运气不会太差 嗯 哇 这样看着红啊 太红了 太红了 哈哈 我刚刚呢 跟我闺蜜去逛街 然后也就跟她吃了几个串 然后也就回来了 也没有说跟她出去吃饭 或者什么样的 她今天可能看着有点累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 让她先回去了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回来 嗯 现在呢 我也要回去了 回去弄点吃的吧 已经好多天晚上没有吃过 那个米啊 面啊之类的 今晚打算去吃个面 哈哈哈 吃个那个 沙县小吃的 飘香拌面 嗯 6块钱 省点钱 省点钱 哈哈哈 好了 我现在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嗯 对了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的 那个 视频账号 我的频道 叫做 亲爱的Lily 然后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啦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拜拜